而接下来我们马上清醒 我们今天晚上的第四场比赛 来通过大面部来了解一下 我们第四场比赛蓝方选手的情况 第四场比赛 但是今天他就走得到 内台上要和对手的一绝高下 我们知道子龙 你对于这个文静诚 有什么样的看法 这位年轻小将文静诚 自幼上了武术学校 从小的梦想就是 拿上一个武术冠军 不知道今天 他在场上的表现如何 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吧 那么齐同 你觉得文静诚今天 要和对方在内台上一绝高下 他要采用什么样的战术 这名选手战力技术非常棒 是一名泰拳选手 学习泰拳有四年多了 我认为他今天呢 一定要在那个战力上呢 有所表现 才能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那么今天他到底 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 那么在 我们可以看到 他这个脸啊 非常的年轻 你看他身手非常的小 很稚嫩的脸 对 一脸稚气 但是有句老话讲得好 初生毛龙不怕虎 好的 练试了 我们的蓝方选手之后 一起来通过大屏幕 来了解一下他的对手 红方选手 他是谁呢 待会儿 怎么办 我们整个地儿 吃吧 你好 téc большое 我 在阅电 杨亮 杨亮这位选手 身高1.68 体重61 今25岁 那么今天一上场 我们看到杨亮这个深情 就显得非常的自信 那么杨亮来自西安 我想问一下子龙 你应该对他非常了解 对 杨亮这位选手呢 这脑瓜子比较灵活 平时他在队里面 兄弟比较刻骨 也积极 现在目前他杨亮这位选手 是全国散打渐将 在全国的散打比赛中 也是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所以今天看看杨亮 能不能发挥出自己的优势 将文庸诚在这场比赛中 直接KO 好 那么 杨亮你觉得他们两个之间的对决 你从现在上场的这个形势来看 你觉得谁更胜一筹 当然了杨亮的气势更强烈一些 给大家一个拳手的那个气势 赛场上说不准有的事情 我认为就是看 这场比赛就是看他俩谁的下巴 更刚 更铁 更硬 谁的拳法更重 这个时候我们才能知道 谁会获胜 对 也就是说在场上看谁的技术更全面 看谁能够把握战绩 看谁能够在场上有坚强的意志力 我相信这场比赛非常漂亮 是一场硬碰硬的比赛 好的 我们要介绍一下我们双方选手的情况 我们的蓝方选手呢 是一位来自河南的泰拳选手 身高170公分 体重61公斤 目前是在天津接受训练 然后我们欢迎文俊诚 而他的双方选手呢 是一位来自陕西的散打选手 目前的战绩呢是五胜三负一平 该选手的身高168公分 体重61公斤 目前在西安接受训练 他就是杨亮 好的 同样比赛开会为三个回合 每回合五分钟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裁判员杰伦佛罗 好 有请 Defend yourself at all times Obey my commands at all times If you'd like to touch gloves Come on ready to fight 观众朋友 那么第四场比赛 马上就要开始了 第四场比赛 我们看到 杨亮和文俊诚 红方是杨亮 杨亮有个外号叫闪电 看到杨亮身上的肌肉素质特别棒 应该力量上会比对手强很多 对 这也是新老将之间的对决吧 因为这个杨亮在散打搏击已经很多年了 而这个文俊诚 我很少听说他在这个擂台上站出来打比赛 两名拳手的战力都非常棒 很自信 打得很潇洒 因为他俩的技战术都差不多 因为都属于战力性的攻击 防守 那么在比赛当中看看双方可能 想在战力的这种技战术当中来解决问题 对 并不愿意把对方拉到地面去 对对 因为他俩平时的训练 在地面的技术 如果应用的还要 应用和实战的都比较少 好漂亮 一个后手 重拳 杨亮的速度非常快啊 希望能看到KO的情景 看到场上这名杨亮这名选手 好大 超文权 Superman 漂亮 刚才一个边腿也打得过 我用成的腿下 很有泰拳的风范啊 打得我 我不疼 我不疼 你再来打我 就是有时候我故意让你来踢 让你来看 我的成熟力 你这点力量不算什么 对 然后给对方的心理造成一种压力 对对的是一种心理战术 很多泰拳选手都是用这种战术 两个选手的战力水平都非常高 两个大白拳 泰拳选手非常愿意用少踢的一个技巧 杨亮在这四季想要重拳可以对手 两季重拳了 可以看到杨亮的下弓拳非常之狠 力量很足 从力量上来讲的话 的确这个文俊诚力量要略逊一筹 通过体型也可以看出 应该是文俊诚在 呃 体重降下来的时候 比他小很多 我们看到现在文俊诚现在采用一种手势 他并不急于进攻 但是在比赛当中呢 我们注意这个杨亮他的速度非常快 往往呢在文俊诚想要进攻的时候 对方还没有完全做好动作 他的圈已经倒了 他就被重拳打敗在文俊诚的脸上 嗯 那么在这个比赛间接当中啊 我们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次比赛的一些情况 那么这一次的比赛 是百万大奖的一个分战赛 在重庆旅行 那么百万大奖呢将有七个级别的百万大奖 等着选手去争夺 也就是要锐武公司也要拿出七百万 再分发给每个级别冠军 在2013年的总决赛 总决赛的时候会一届风小 对 这百万奖金非常之吸引人 据我所知 亚太地区很多国家的选手 为了这一百万都想来中国工作 来取得这个参赛资格 所以说啊 这也是对我们中国武术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催化剂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赛事 能够奉献给我们观众更多更精彩的比赛 是是是 因为现在好多用动员 因为每一次打场比赛的真的奖金都不如一个 一个普通的工人真的钱多 所以呢他可能现在很多人都选择去社会上 去做一些其他的事去做 对 子龙是作为选手可能给体会更深 所以在比赛当中啊 这种高额的奖金对于 选手来说也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刺激 这种激励绝对是一种很大的 好漂亮打个下巴上了 我们看到文靖城并不是没有进攻能力 而且这两季重拳也是重重打在了杨亮的脸上 又打到一方一拳 但是杨亮很猛啊 很猛 坦克一样不断地往前推推推推推 找到机会出拳 但是这个文靖城啊我们觉得他是泰拳的一个一个选手 但是呢他吸和肘 没见他反过是吸和肘 但反而有点像三打 是 因为我认为因为杨亮那个距离感非常强 他给他拉的距离不适合这个距离 这也通风可以知道杨亮那个比赛没少打 非常一个老道的选手 对 你看 因为他是全国三打已经是运动健将的 原来他在比赛中这个距离感觉非常好 被锁住了被锁住了杨亮的头被锁住了 这个位置很难锁住人 很难锁住人 因为他没有锁住对方的距离 是 很聪明 躲得很快 好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了 这是刚才第一回合当中的一些精彩的回报 让我们来看一看 文俊成和杨亮 两个人在比赛当中更多的采用的是战力的战术 摆拳 两人在战力进攻中 你来我往拳脚相加 而且充分地看出他俩拥有的技术和战术都是一样的 对 观众们非常喜欢这样的运动员 火腰味是Superman打出了一个超人拳 对 那么在比赛当中我们注意看了一下 这个双方由于他们这个柔术方面的技巧可能还欠缺一些 所以更多的是采用了战力的姿态在进行缠斗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文俊杰他是练泰拳的 而杨亮是三打 那么在这两相交锋的时候 可能更多的我们是看到战力姿态的一种进攻和防守 好 接下来马上第二回合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让我们来看看第二回合比赛的情况 好 第二回合我们看到杨亮呢好像这个想第二回合一上来以后想保持一个进攻的姿态 很放松 杨亮的现在很放松可以看出 手抬的也不是很高 看来他这个很有很自信啊 很自信 想右低深入 你过来吧 你过来以后然后我就输中拳 而且步伐很稳 真的 哦 好在一个摆拳 又是一个摆拳 两个摆拳 两个摆拳 两个摆拳中间还加了一个勾拳 加了一个勾拳 体能上消耗非常大 不断的又移动 不断的移动 不断的移动 两个人非常累现在是不是 对 应该说在比赛当中第二回合的比赛就有点像我们长保当中 这个像长保当中这个出现仰寨的那个那个时候 对 都有个坎子 有个坎子 对 过了这第二回合的 哇 漂亮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一个是西安体院一个招牌的一个摆码 这么打下去要输啊 要站起来 好的 脱困了 文建成终于脱困了 小伙子很刚强 很威胁一个动作 我刚才这个如果杨亮会一些柔术的话 刚才就不可能让这个文建成起身 对 我觉得他应该骑在这个文建成身上 直接用过后背 后背的裸 裸脚就有 有机会 杨亮那个技术性主要还是偏重于战略上 是 是 他应该更全面一些 就会成为在中国乃至亚太地区非常胖的一流选手 这时候我们看到杨亮的眼角好像出了一点问题 刚才好像是文建成的一个摆拳打在他的眼角处 似乎好像有点影响他的势力 应该是 应该是有点 哎呀 封头了 要出手了 你也就可能跟刚才中了一拳 对 就是 势力影响对于战力运动员来说非常大影响 对 这时候呢我们看到文建成如果能够抓住机会对对方的这个受伤的位置 受伤的部位加以失重拳的话 可能对方呢这个时候就对他来讲就杀伤力更大一些 这是这个对于一个老运动员亮来说他反而越战越勇 小伤小病他绝对他绝对不应该受到很大的影响他的比赛 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小将啊心态啊开始放宽了敢打了 对 对 他知道你有所顾忌了这个时候你的眼睛视力受到了影响 哎这时候来了 漂亮 好的 压住压住这个时候一定要压住 别着急 他好像这个头被锁住了被锁住了被锁住了文建成锁住了两两的头颈 压住压住 两个人都散开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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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比赛当中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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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到了吗 对 刚才对刚才一个平板拳没打过 可惜没打过 对 这时候两个人的刺激看谁的权更重一点 对 谁的机会更找得更好一点 对 手啊不能放低 杨亮 这个外号闪电 我们看看这个闪电在第二回合最后阶段能不能闪电般的给对方致命一击 两个人现在心里上都有一点压力不敢主动出手 有点找机会就想KO应该是现在都是这个心态 哎 我们文建成抱住了以后但是被杨亮很快就解困了 还有十秒还有十秒第二回合比赛就要结束了 这时候双方可能也想把好比赛结束了 好比赛结束了 好第二回合比赛结束了我们看到杨亮呢在比赛当中 这个左眼好像受了点伤 但是呢在比赛当中我们仍然看到杨亮是充满了斗志 另外文建成这小伙子我们看到充满志气的一张脸 那个比赛当中给我们那种他的那种意志力 他的那种坚强他们那种敢打敢拼的作风 同样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意义 我们可以看到在教练员在教练员在帮杨亮处理那个眼部的伤口 眼部伤口应该伤得蛮重的 那子龙你觉得在第三回合比赛当中他们将遇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所以第三回合我个人觉得杨亮应该还好发挥自己的 自己的拳腿威力 称风的将自己老将的风格打出来 因为上第二回合的时候他的拳打的少了 所以那文建成给他喘息的机会 而让他那个文建成给他喘息的机会 好那么接下来第三回合也是最后一个回合的比赛马上开始了 让我们什么以待 好观众朋友 这时候医生要上来了 医生上来了 就是可能伤口处理的不是很好 瑞伍对这个运动员保护上非常有 还是比较完整的有一套 非常细心的 这个咱们这个主裁也是非常职业专业的一个主裁 看到问题及时处理 他在问他 还能不能继续比赛 对 差不多 让医生上来看一看 杨亮非常顽强 非常顽强 所以说佑孟元这个坚强 拼搏这个坚强值得大家学习 好 刚刚说到裁判 我们今天的裁判也非常有意思 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怎么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名裁判是来自加拿大的非常有名的 有名的UFC WEC制裁过的裁判 他制裁过很多著名赛事 而且在国内全球都很有名 好 现在双方第三回合开始之后 我们看杨亮仍然保持着攻势 但是文静诚仍然是稳扎稳打 我们注意看看文静诚 他的这种防守 哦 起高边腿 他也想小量 他也想能够抓住机会 给一个高边腿打你的左侧 而且你左侧眼睛不好 我就放左侧打 让你在防守的时候 你的左侧视力受影响的情况下 能够给你一记重拳 这也应该是他们刚才的教练组 在休息的时候特地强调的一个 就是让你就打他眼睛 打他眼睛 对 从他左侧进攻打他盲区 所以在比赛里面非常有意思 哪怕运动员你的一点点的小伤 不可能给对方一个 这个击打的机会 然后造成比赛这个胜负啊 完全被颠倒 对 所以今天杨亮啊 也应该算碰到了一个硬茬的选手 MMA赛事就是这点非常好 让大家能看到 不管是闪打 泰拳 还是你练习的什么 都可以在这个赛场上呢 表现出来 对 大家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功夫 竞技 MMA 这个终极格斗啊 它就是各种流派的打法 都可以在场上还进行 不管你是练泰拳的 好 我们看追着打 这时候 孟建成 压的 继续继续 很棒 压制 继续压制 只有继续压制下去才好 比赛进入白热换 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名运动员敢打 我觉得杨亮今天还是有所顾忌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我们看 可以看到小将阎君成 他现在有点 文君成有点 害怕了 有点怯场 有点怯场 这个时候呢 延亮就要发挥他自己的 他自己的优势 把自己老 老队员 这个 运动渐渐这个风格一定打出来了 你的优势在哪儿 你的优势一旦 能够有机会 你就要抓住他 否则的话呢 就会 功亏一篑 对 如果这个时候 如果杨亮的气势上 如果压不到这个文君成的话 那个文君成就会趁衡 趁衡反击 反而把他压制到对方 对方的那个拳击下 对 这个时候老将的心态 就非常好 可以显现出 又是一个高兵腿 文君成现在也是敢打了 有些动作也敢做了 我们看到 虽然说 后面退的时候 速度比于 第一第二回合快了 好像有点胆怯了 但是呢 我注意到他可能是 防中带攻 好 精彩 然后又一个爆栓 到地面缠斗 好 地面打击 这时候杨亮 我们来看 杨亮 杨亮司机想用 想用个锁脚的 锁脚的一个动作 压下去 好 这几拳拿得很实 还是找机会 找机会 哦 起来了 起来了 这就是刚才 这个子龙和齐同说的 地面技术是双方的短板 所以到了地上以后 双方好像都没有办法 把对方制服 对 每个人一要站起来 另外一个人就给他机会上站起来 没有特地压倒他 对 也就是说 我当我有优势的时候 我一定就在这个地方 我就地解决 快速解决战斗 拖了时间越长 对自己其实越危险 对 因为MMA设想就是这样 任何时候 都会发生一个 非常想不到的结局和变化 对 所以说一名要优秀的 MMA选手 他必须要具备 踢打摔拿 到地面的柔术这个技术 一定要具备这样的全面技术 他才可以 发挥他自己的优势 对 我们也知道赵老师 在一个战力上 那个研究的非常透彻 你分析一下这个泰拳选手 他这个战力水平 你现在大概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因为我看上比赛中 这个 王俊成其实没有发挥真正太多泰拳的那个优势 泰拳的优势应该是拳 但是很快又脱离了这个节奏 我们看到今天杨亮还是受到眼伤的影响 我想是不是会跟杨亮的打法有关 是肯定 好 第三回合比赛结束了 三回合比赛结束了 三回合比赛结束了 我们看到今天文俊成表现也非常出色 杨亮虽然眼睛受伤 但是在比赛当中 他的这种顽强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庆佩 在比赛当中 双方都发挥出了非常好的竞技状态 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非常漂亮的 暴摔摔倒 但是没有继续跟上打击 这点非常不好 又是一个暴摔 我认为这两个暴摔 会给杨亮加很多分 两个人唯一欠缺的就是 在地面没有权动 没有勤拿的技术 所以说到底最终结果怎么样 现在双方都在等待裁判的最后完全 这是一个中泰的对抗 也是一个新老的对抗 对 我们看到杨亮呢 仍然在气势上占有一定的优势 我们看到他比赛结束之后呢 火腰味很浓啊 火腰味很浓 比赛结束了火腰味依然很浓 对 他对着大屏幕看一看自己受伤的眼睛 也非常有意思 那么在比赛里头 双方都发挥出了自己的激战助水平 两位就非常优秀 好 那么接下来 让我们看看最终的结果如何 好的 请于序为大家公布本场比赛的结果 裁判员一致判定 红方杨亮获胜 哇塞 哇塞 精彩的一场比赛 先给两队的选手一点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杨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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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的受伤对你来讲 应该不是太大的障碍 当下呢 比赛的心情 你是靠着什么样子的因素 而赢得这场比赛的 我上一场比赛输了 但是这一场 我就闭着眼睛 我也得拿下来 听到了他的气势没有 高时有什么呀 高时高时